欢迎两位 谈了半年 对吧 小片里说 你就觉得她由热转冷了 是吧 能不能说说由热转冷的种种迹象 给大家听一听 好不好 就是刚开始追我那会儿 就是语音电话我们都不停的 然后一打都三四个小时 现在我有什么事找她 想跟她倾诉 她理都不带理的 经常找不到人 还有就是我生病嘛 刚确立关系那会儿 我肠胃炎 她从上海半夜开始 几百公里到我老家 然后陪我去医院看病 第二天还给我买早饭 现在我生病的话 就三不管了 我没有三不管嘛 她就那一次 然后生病了 打电话给我 然后就是我有事 然后当时就没来得及嘛 没有照顾好她嘛 然后她就一直记着 然后我觉得我们恋爱到现在 就是一直挺好的 然后就是她 没事喜欢找事 然后 她没事喜欢找事是吧 对 对 然后觉得我这边 就是对她不好嘛 反正就是我觉得 恋爱到现在 我没做错什么 就是我觉得 就觉得她脾气大 是不是这意思 不是脾气大 是喜欢就是 没事找事嘛 然后而且 喜欢没事找事 对 而且她性格就是比较偏软嘛 然后就是 偏软 对 什么意思 偏懦弱嘛 懦弱 根本就不是我脾气懦弱 是她脾气越来越大 就是上一次我们约着一起去吃饭 她到楼下 然后等我嘛 我看她脸色不对 她有很严重的起床气 很严重的 她过来牵我的手嘛 我没敢牵 我怕惹她生气 我这一不牵嘛 她就直接扭头就走了吧 我一个人扔在那儿 没有 当时是 我当时就是刚睡醒 有点懵 然后她叫我一起去吃饭 我当时就想牵她手嘛 然后她就直接把我手给甩了 然后我就是当时 本来就有点懵 然后情绪就上来嘛 就往前走 稍微快了一点嘛 然后我没想到 她会没跟上我 后来就是一直怪怪我嘛